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啊 你就是要用这种环境来锻炼自己的 你今天是学佛的 又不是去看好看难看的了 这没出息了 你买部画报回来看看好了 你看看电影演员好了 神经啊 你去学佛的 这些老妈妈老阿姨都是未来菩萨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你去跟人家精修的话 你还要觉得怎么样好坏啊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气场不会被他们带坏的 你的气场也没什么好 人家老阿姨的话 平民的念经的话 人家气场不比你差 除非那些呱呱呱呱呱呱呱这种人你不要去理他 一本心思在非常念经的人 气场一定好的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不要没出息啊 怎么最好把他去弄两个小女孩在那里 开心啊 开心啊 神经啊你啊 那你修什么心啊 和尚为什么到山上去了 像你这种人应该好好叫你闭关了 叫你去出家去闭关了 我告诉你 分别心这么重 不可以啊 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又不是到俱乐部去 你就到俱乐部去好了 女孩子一大堆呢 这种女孩子哪个理你啊 哪个有良心的 我就看钱 你会得到什么啊 你会得到耻辱 我告诉你 你都不要去理他们 就我学佛看了一辈子了 还要看有什么好看的 都是空的 你年轻时候班级里那女孩子不挺好的吗 天都哪去了啦 好好改毛病啦 好的好的 太长 明白了吗 要深挖自己的汤痛处 你才能彻底改变 如果你不挖自己痛处 你永远改变不了的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你要看看那些老妈妈多可爱 要看看那些老妈妈多可怜 他们没几年你看都看不见了 那些老妈妈如果都是你母亲呢 这些阿姨们多慈悲啊 多出去度人呢 你要有这种想法 如果这是你的阿姨 是你的母亲 从小把你领大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好的 太长 这就叫境界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改毛病啊 好好念礼佛 否则的话你不会下去的 听得懂吗 好的 再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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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